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新闻联播 讲两岸国际的消息 第一宗,话说国家公布了14.5的国民健康规划 里面提到,202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要在2020年的基础上提升一水 预期寿命和比例都要提高 到2025年65岁以上的老人在城乡社区的健康服务 即是老人院、职业治疗、玛丽治疗那些 提升65% 幽化生育服务和保障、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等等 而各省市之前公布的数据 北京常住人口是2100多万左右 上海是2400万左右 广东省有万多万,应该是差不多成亿人 亿多 亿多 就是这样 而人口自然增进率就是0.34% 广东省有1.2亿人 广东省有9000多 不紧要 现在仍然有自然增进率 我想过几年就可能没有 但中国人经常说他们总计数字不真 其实中国最信总计数字的国家 共产党是很相信统计数字的 最出名的就是说 一个人死就是一个悲剧 一千万人死就是一个统计数字 其实这句话不是这么说的 史辰不说,但史辰死就不是这么说的 但这又屈的 原文是这样的 那个人是说 那个将军犯了错,捉了,打二致的时候 那些人就跟他求情 说他这样做是很不适合悲剧 他说,难道他一个人的事就是悲剧 其他死的那些是统计数字吗? 其实他是很人道地说出来的 但问题就是被人这么歪曲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大家这么歪曲之后 大家说了歪曲之后 是更加像史辰说的 因为史辰是只说这么歪曲的数字的人 就是说他的做法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就说歪曲的那些就流行了 我说的那个统计数字是这样的 这个统计数字是怎样的? 情况是他很相信这些客观指标 正如当年的时候 在80年代至2010年的时候 中国很相信GDP做硬指标 所以大家一起谷GDP 很不健康 但是你要这样才能够成功 成功就是要这样 你三千二十一这么硬谷 不讲平衡 工作生活平衡是不讲的 之类的也不讲 他的寿命也是 他觉得寿命就是先进的硬指标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 他计数字是不断去那些很污染很高的工业 但他反向不只是看GDP 其实是中树、绿化那些都是计算的 在这几个月的时候才发生 不是在这几年的时候才发生 就是说 金山、铃山、北十六、水、青山 在这几年的时候 习近平的时候才会发生 所以他当然这个是比较先进一点 这个思维方式是比较先进一点 金山、铃山、不及六、水、青山 金山、不及六、水、青山 是比较先进一点 但是我说一样东西 就是 人们说西方为何人均寿命没有那么高呢 其中一个就是 你要记住 那个地方是没有安乐死的 所以有得安乐死的时候 而平均寿命是会低一点的 是的 没错 因为你有得安乐死 所以会拉低一点 所以香港为什么没有安乐死呢 我想如果大家要先进行安乐死 但我不知道 但是实际上没有安乐死造词 所以我就很难能够说得出 是的 如果这一段 我记得早几年看一本书 叫做革命后记 他其实是说文革当时中国的好东西 他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平反的 结果就说 中国人均寿命在1949之后是不断上升 而去到六七十年代 其实人均寿命是大了一倍 以及超过了某些所谓的印度的民主国家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另外我们看的是华尔加日报报导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表示 国防部开始筹备向乌克兰派美军 保护最近重新开放的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其实他初步规划是派几十个美军特众部队去 加强大使馆的安全 而另一方面 其实之前本身拜登也说 就不会派美军去到乌克兰帮助乌克兰军 但是在乌克兰境外 大量美军已经驻扎在波兰和罗马尼亚 目前是有大约十万个美军在欧洲 而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就增长了30% 总共一十万 还有他也说 开放之后 要监控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均援去向 以及要获取俄军的情报 所以大使馆重开 看着盘数 是 他之前好像是很危险的 在基辅大使馆 基辅被围 但是现在他当然是非常之 加强特众部队 虽然我相信俄罗斯 即使打到基辅 都不会牵涉特众部队 都不会打到美国大使馆 但问题就是 多部罗马尼亚和波兰 其实现在的力量 就有了三开窗户 但其实 我说一下 乌克兰局势 如果现在 我看奴布走势 奴布走势 奴布走势最能够 钱是不会骗人的 你说什么都没用 现在五十八元 是七年高峰 即是在俄罗斯 俄罗斯打克里马尼亚之前 大概三十元左右 但问题就是 他打了战争前 八十元 所以俄罗斯 是形成一片大号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就准备在东顿巴斯 去决战 在打 暂时来说 我想很大程度上 这场大致会打输 因为据说 我看了最新的报道 应该那四百亿的钱 那四百亿美金的钱 有些做了人道支援 有些去了什么 有些去了宣传 我都不记得了什么 实际上 到乌克兰买武器的钱 是很少的 大家分了这些钱 应该分了絕大部分 我想是 真正买了武器的 三几十亿 那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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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武器不太多 所以对于 乌克兰在 大反攻的时候 就不太乐观 但乌克兰说 必须要做出大反攻 让大家看到一次 那四百亿美金 真的小了 否则大家分了这些钱 就分不了了 所以 不是 分得不漂亮 所以对于这件事 很不乐观 那我看呢 近来一件事 是 很奇怪的 就是 它和波兰的边境 是release 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 乌克兰 那我觉得很大 是 长线来说 十年之内 到了最后 就是 应该是 所有人都是 一个 皆大欢喜结局 嗯 我看乌克兰 很大程度上 会变成是 怎样呢 是 就会是 局势 我现在训练 就是 俄罗斯 就 霸了 乌克兰 和奥德萨 那些 就是说 黑海 包围住 乌克兰 变成了一个 内陆国家 那麽视乎 东乌克兰 就变成了 歸于俄罗斯 因为他们主要是俄罗斯人 那俄罗斯就得到了 他想要的土地 得到了 他所谓的国家安全 那麽 那麽东乌克兰 就如他们所愿的 成果 就回家俄罗斯 那麽 而西乌克兰 就是西乌克兰 就是会 跟波兰组成联邦 或者是邦联 或者是同盟 不是邦联 就是我们叫联邦 但实际上 它应该另外有一些名字 就是开放 那麽视乎 如果 即是开放了边境 或者之类 那麽视乎 是 你可以说 乌克兰 没有了 但实际上 乌克兰 可能会变成波兰 那麽视乎 如果变成波兰 他们就成功 入了欧盟 和入了北约 那麽视乎 波兰 就获得了 因为波兰和乌克兰 曾经是同一个国家 西乌克兰和波兰 曾经是同一个国家 波兰亦达成了 他们变成 大波兰帝国 大波兰帝国复兴的国家 然后 美国 就 重复了 因为德国不可靠 它是一个强大的波兰 你去作为 他一个屏障 德国的代替 那麽视乎 是非常可靠的 一个前面的屏障 因为波兰只有三千万人 它是不行的 如果再加上 实际上 如果西波兰有两千多万人 就比我五千多万人 大国 那就能成功抵抗俄罗斯 那麽视乎 就是波兰 波兰 可能他还会和 这个就不讲其他 就可能和波兰帝国三角 因为波兰和立陶宛曾经试过 是一个国家 所以 到了最后 这件事就是 加拿大欢喜收场 每个人都得到想得到的 是的 所以就看看大斯达法 看看之后 走势发展如何 是不是跟我说 现在问题就是 他们应该 乌克兰拿不到俄罗斯 拿不到顿巴斯 问题就是 他用了几大顿巴斯 而波兰就是拿了乌克兰 而乌克兰就是成功的 入了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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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伊朗的新闻 话说5月22日当地时间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军官 就被人在德克兰的住所 那里被人行刺 这件事其实就令人想起 过去很多伊朗的导弹计划 一些结出贡献的 核科学家和工程师 遇害 伊朗就说这些暗杀事件 真正全部都是以色力 但是在科学家 或者人被人暗杀了之后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汽车炸弹 或者路过的枪射死他 但是今次这个将领 他其实就参与过俊尼亚战争 被两个驾摩托车的人射死了 而这件事表面上 好像没有什么环拖 但是实际上 有些人就向媒体透露 那些接近伊朗高层的人透露 其实是有针对过以色列的领导人 开展直接行动 他数出来 另外20宗针对那些目标人物的死亡事件 其实都是伊朗去搞的 例如在2020年 45岁有个以色列特种部队的军官 在以色列那里被人预刺 这件事在其中一个伊朗首席科学家 被暗杀第七日之后执行 还有也有几个以色列官员 在这件事就死了 所以就有一件事 大家看半岛电视台的人 去说 其实伊朗也不是有做事的 伊朗不是没有移民以色列的 但是也移民以色列的 但是也移民以色列的 有很多在執政界的人 是有很多这样的人 以色列都应该是有些 总之以色列在那里滲透很大 因为他们的样子差不多 很容易 很容易 但以色列是跌不到伊朗 为什么他们可以 无端端走过去 可能经过俊列伊拉克 伊拉克那些地方 因为都是美国控制 但问题是 那些飞机都是无遮无掩地走过去 我觉得是 伊朗现在是 伊朗的地区 是第一大国 它本身是一个强大的力量 在这一刻低了之后 对伊朗就没有制衡 但制衡在以色列 但以色列的角力 国力量不够强大 人口不够多 现在只不过伊朗太过腐败 里面太过立乱 你统一不了 所以才是什么 如果伊朗一旦再统一 我想它有八、九千万人 九千万人左右 就是 和牧师林生者速度是无敌的 不是 生者速度 你不能引入以色列 不是无敌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知道多少钱 多少人口 九百多万 九百多万 你知不知我小时候 多少人口 十几万 三十万 三十万 以色列有一个种族 即是以色列的大胡桑 教士的种族 一时也忘记了 叫做什么名字 它是 去到以色列的时候 可能只有几千人 现在已经有几百万 因为他们是完全不做事 只是你福利 只是生小孩 只是生小孩 有一个教派的人 他们只是男人 就负责去讲经 女人就负责生小孩做生日 完全是任何事都不做 以色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总而言之他们都不会打仗 以色列最大的原因就是 希望用最短的时间 因为这些人 是看过来说 是一种生小孩 他用一堆生小孩 快速离开 那些人可以在很恶劣的环境生存 用一堆生小孩 只是负责支持 那些人口 这些人是专职生小孩的 虽然你们完全不做事 但是我生了 有了人 以后再逼你当兵 以后是什么其他 现在我先有了人 这是很现实的做法 否则你没办法生了这么多人 有一班人是只生小孩的 还有我记得 他们的犹太教的习族是 大家不是犹太人都不重要 就算我假设我是犹太人 我认识一个女孩 可能她是普通的港女 但是为了我们生出的儿子犹太教 所以女孩就要入教 因为她是跟妈妈去做一个犹太教的教徒 所以她妈妈要变犹太人 应该有个男孩也是在 男孩也是被犹太教徒 以及入罪那些 其实就是这样 应该就是那些人去说 Warren Buffett Bill Gates 他们全部没有犹太教徒 没有犹太教徒 没有犹太教徒 美国很多没有犹太教徒 因为没有犹太教徒 甚至你不觉得就是Evanka的老公 也是犹太教徒 他们犹太教徒 其实是控制了美国的 这个是很小的 勇力 是做了很高的勇力 就是说 你用很少的人口控制了美国 就是控制了一些 中层的人 以前的时候 在美国来说 犹太教徒不是这样 犹太教徒 现在其实真正 以前在 美国 我忘记了 那个叫做 婆罗门英文 叫什么 Brahma 然后呢 婆罗门 婆罗门英文 叫什么 她有一个在波士顿 波士顿 那个叫波士顿婆罗门 真正控制 其实波士顿有几十个家族 但是婆罗门 即是印度的那个 是印度的 是印度的 是用这个 是印度的 是美国的世袭权贵 在1976年 因为那时候 波士顿的八元圈子 波士顿婆罗门 那时候 忘记了英文叫做什么 波士顿婆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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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是一对 几少几少的家族 就是控制了整个美国 但是现在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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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所以波士顿婆罗门 就是波士顿 控制美国的家族 那现在的家族 就去了犹太人 可能都是几十个家族 几百个人 是那些人 控制了整个美国 但是波士顿婆罗门 波士顿婆罗门 那时候 大家都看不起其他 你一定要在波士顿 多数十个家族 才能够 控制到美国 那些姓 那些姓 你一听到那些姓 就知道是 那时候 大家以为美国很自由 其实是民主 美国等于是 虽然是民主国家 但问题是 它等于是贵族统治 但贵族可能会 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 最后都是精英政治 也是资产阶级的政治 有些人转了 List of Feminists 大家可以看看 总之就是 那几十个家族 就是这些人 波士顿婆罗门 就是控制了 譬如说Adams 美国两父子做了总统 之类的 Emory Appleton 那几十个家族 但我想过 这些波士顿婆罗门 就已经是 因为它没有与时俱进 对 对 被那些油彩人击败众 那最后 那一件事 华大基因就宣布 已经研制出 猴斗病毒的核酸检测试剂盒 它有个螢光的PCα 大家有兴趣去Google 因为都挺深 所以我都不太懂 他就说 这个检测之下 40分钟就可以得到 检测结果 所以就方便 还有这个盒子 可以检测用 去发现新的病原体 我有一件事很不明白 为什么没有感冒检测剂 我们看感冒的时候 医生说 你都应该是感冒来的 我们感冒学 经常都记得感冒 这么容易 为什么感冒没有检测剂 感冒的医生说 你现在感冒 怎么没有的呢 我都真的不太明白 可能这样的医生看便宜 或者基本上 你看几个病症都很不容易 感冒都只是鼓励感冒 我经常都说是感冒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经常去看感冒初发的时候 那我就有一些 很新兴 小点不舒服 那我就问究竟我是不是感冒 那我就很 很挣扎 我还知道 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但是你感冒 你会如何医治呢 看手 就是你会选择什么疗法呢 你吃抗生素 不是抗生素 就是抗生素 抗生素 你吃中药 还是什么 第一 抗生素 是否真的有用呢 我真的很懷疑 因为我通常很不舒服 吃抗生素 当然睡觉 睡醒就没有事 或者可能只睡觉 睡醒就没有事 我好像你这样的年龄的时候 我知道要喝什么大堆水 睡醒都没有事 是的 所以变成了 其实也不用看医生 但是我在你的年龄就不行了 我在我的年龄就不行了 因为好像直接用疗法去早就快点 你听不听到我说 我在你的年龄的时候是可以的 我记得有一次去桑那 我只是感冒 但是走了去桑那 我烤了一堆汗 我很记得那次 然后我在桑那 庚衣室里 在梳化上 躺下就睡了 睡醒就没有事 是的 因为出了一身汗 所以睡醒就没有事 但现在当然是没有那么幸福的事情 我小时候身体差一点 但问题是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 强壮到简直不能自信 因为我曾经试过很惨 所以你不能够用这个状况去想 你要想其他人 在这个状况的时候 大家都没事 OK 你不能够 可不可以推而说 去什么 OK 那我说 第一就是 如果我吃药的话 可以吃日本药 嗯 日本药有效 你是不是吃过黄色的粉 OK 你听我说 日本药有100万种药 但有些有效 有些没有效 但无论是日本药一定有效 其他所有的东西 日本药有效 因为他的东西是什么 他的东西是 而且他有分自己本国和出口 出口那些有差过本国那些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出口 因为我是在日本买的 我通常近来就没有去 但近来也没有感冒 因为有了新冠后就没有感冒 因为大家斗了口罩 但没有新冠的时候 我就会去日本 他经常去日本一年去两三次 他买了日本药 他去日本一定买药 但现在日本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出口 但总而言之 我在日本吃日本药 所以不存在 你说Panador之类 但问题就是 日本药有效 但非发性强些 吃了没有不舒服 你说Panador和中药 你吃中药可以不看医生 你也在中医生 你也在中医生 喝点感冒茶 就是凉茶店 那些是凉茶店 那些是凉茶店 但我都说 以我这一年来是不行的 好吧 你也去看医生 还有一件事 因为医生也不会开 那当然吃 在我来说 当然吃抗蕴腹 是啊 吃抗蕴腹有效 那些人说很伤身体 有些人说是幻觉 但我没有 因为我感冒 我很严重 感冒 就是流感 必然是惹抗蕴腹 所以我是比较严重 所以我一定要吃抗蕴腹 所以我一定要吃抗蕴腹 否则 那便很辛苦 好 猴斗 你还有什么想说 我昨天说了个技术 那些人说 不是啊 因为他说很大程度上 是男性和性戀传染 但是有些人说 不是同性戀都传染到 那就是有些argument 但我不去特别讨论 因为应该就是 他不会违反到基本原理 那些人说是性行为传染 有些人说是性行为传染 不是啊 不是性行为传染 就是感冒 就是视乎你的体内病毒量多大 就是血液和性行为 病毒量比较大 如果普通呼吸或者口水 病毒量比较小 所以就是病毒量的问题 我说那些人说同性戀传染 其实只不过是因为 他不是那么传染的病毒 所以就会变成同性戀传染 因为同性戀传染 因为同性戀传染的病毒量 甚至是病毒量的intercost 比较大 但是如果你是普通的日常生活 你的病毒量的intercost 比较小 所以你就没有那么容易传染到 就是说他是属于一种 没有那么容易传染到的病 所以我就觉得恐怖程度 不是真的那么高 现在Omicron之所以那么恐怖 或者之所以是之前的Delta 所以那么恐怖 或者整个新冠病毒 就是因为他很容易传染 其实就是你计传染率 和你重症 其实那些人说是 新冠病毒呢 是弱感冒至少对了一半 就是他其实强感冒 其实那些人说弱感冒 他是比感冒的 就是他比感冒传染力强 和比感冒的知识高 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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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 是 好 那我们两个各种时间都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好 多谢大家 记住like share 和comment 和subscribe 我们的亚洲电视频道 还有希望大家利用大家的社交媒体 将我们的频道的连结 传多给你的亲朋戚友 让多些人关注 和多些人看我们的亚洲电视 多谢大家